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灵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有智慧来明白祢的话 也有能力把祢的话放在我们的生活上 行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谢谢主 感谢加美祢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祷 阿们 弟兄弟妹们 我们要来一起看 《传世纪》31章 从第一节我们要一起看到第三节 上帝的话 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 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得起 并且这我们父亲得了一切的荣耀 第二节 雅各见拉班的气色 向他不如从勤了 耶和华对雅各说 你要回祢主祢父之地 到祢亲主那里去 我必与祢同在 第三节目 我们请问 什么是在这个生活 常常成为带来了大的问题 对我们 对我们的家人 有的家庭破裂了 因为这件事 你知道吗 什么是 钱 一场财产 今天我们也如此看待 拉班跟雅各的生活 雅各是拉班的女婿 他的女儿两个 已经把拉杰跟丽雅 已经送了给雅各 成为他们的妻 第二节目们 雅各真正的努力 七年 再加七年 为拉班打工 他已经成为拉班的家中的 大大的祝福 雅各要离开拉班的时候 拉班说 你不能离开 你不能离开 你要多少工资你告诉我 但是你不能离开我 因为什么 因为拉班知道雅各真正努力 工作成为 带来了大大的祝福给他 但是雅各也是真正的努力 工作 他已经赚钱了 他也有他的财产 但是雅各的儿子们 不高兴 他妒忌 然后已经说了 他讲坏话 他讲话 雅各结果已经 偷了我们的父亲的钱 把我们的父的所有的已经夺弃了 其实不是 其实雅各真正的已经努力 努力工作 听说 听说这些妹们我们看了 因为这件事 他们 拉班跟他的女婿的 关系已经破裂了 甚至跟他自己的女儿 拉班的妻子 拉杰跟利亚已经破裂了 也已经破裂了 那今天这件事 也可以见到在许多家庭中 我有几个家庭 我知道父母的关系 跟孩子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妈妈跟孩子的关系破裂了 因为什么 一直吵一直吵 财产 孩子们 孩子们争夺 他们已经争夺了这个财产 父母留下来的 听众姐妹们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其实孩子们 我们没有这个本事 我们没有这个真正的讲 哇 父母 应该要留下财产给我们 没有 为什么 父母已经工作 他们真正的努力打工 做生意 赚的钱 是他们的钱 不是我们的钱 我们要钱 我们自己要努力工作 不是靠父母来的 但是许多孩子们 都等待父母可以给他们钱 甚至有的不公平 有的父母也分了这个财产 也分得不公平 有的偏心 中男轻女 所以孩子们也不高兴 吵架 甚至什么 带了这个事到法庭去 他们告了他们的 这个父母 弟兄姐妹们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明白 圣经上 不会教我们这样做 我们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钱吗 钱可以带我们 享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钱不会给我们救恩 钱不会带我们进天堂 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这一切都我们留下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救恩 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 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 以后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们又永生 因为在耶稣基督徒 因为在耶稣福音第三章 在六节说 神爱是人 祂赐给我们祂的独生子 信祂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财产 钱 我们不能带 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 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救恩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要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 如果我们在这个生活 我们追求的是钱 我们要悔改 我们今天还是在我们庆祝 这个华人庆祝中国新年 你看新春 有的家庭积极在一起 吃晚餐 积极在一起 大大喜乐快乐 但是有的家庭 不能积极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已经破裂了 他们不能积极在一起 所以弟兄姐妹们 是不是这个 这个建制值得吗 为什么我们应该这样做 言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人 我们要追求最重要的事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 感谢加美你 你已经赐给我们最宝贵 最重要 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耶稣基督 救恩 感谢加美你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救恩 是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我们不会灭亡 谢谢主 感谢加美你 我们祷告 仰望 是封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愿上帝 祝福 我们每一位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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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